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第一天 最後一刻 接近十年能夠爆出來 確定今天六點以後還是有領域的一個標準 第二就是跑量整個包括鐵路 高鐵路數 會不正常 後來宣布了在今年中以後才會不正常 第三個 因為這個開通總數比較慢 所以我們所有的集結人員 還有我們一起的路數要組織等等 我們要在今天上午上來做進行 然後我們這樣做綜合考量的因素 我們覺得今天不適合上班 所以就很快點